更多育儿知识请关注,传语视角,怀孕是人生大事,整个家庭都是怀着欣喜的心情,来准备迎接小宝宝到来的,可是,对孕妇来说,早期的孕生反应,就有些令人尴尬了,那么,要怎么应对这些老人的早孕反应呢? 怀孕是人生大事,一,呕吐现象,大部分孕妇的早孕反应中,恶心的呕吐是非常明显的,很多早孕女性有过早晨起床后呕吐的经历,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,突如其来的呕吐也很让人尴尬,呕吐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,不需要专门,只要保持心情愉悦,情绪稳定,多休息,想吃什么就尽量吃。 不必可以多吃或少吃,即可顺利度过,吃些柠檬汁,山楂汁,土豆,饼干等食物,有一些改善作用,大花月十二周以后,很多人的恶心呕吐痘症状及自行消失,有一些呕吐反应特别强烈的孕妇,吃什么吐什么,甚至不能闻到食物的气味,影响到了营养吸收和正常新肠代谢,那就需要及时就医。 一,遵遗嘱进行一定的,早孕期呕吐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,二,疲倦,失睡现象,早孕阶段,大多数女性会出现浑身怕力,疲倦,失睡症状,没有兴趣做事情,正天昏昏欲睡,提不起精神,保证充足的睡眠, 想要休息的时候,能休息的时候就尽量休息,不要勉强自己像以前那样做事就好,疲倦,失睡也是早孕期的正常反应,怀孕三个月后会自然好转,疲倦,失睡也是早孕期的正常反应。 三,尿瓶现象,怀孕前三个月,由于胎儿逐渐长大,子宫在骨盆腔中渐渐长大,压迫到膀胱,孕妇会相应产生尿意,孕中期子宫会往上抬到腹腔,尿瓶的现象就会得到一定改善,孕晚期,尿瓶现象会再度出现, 对尿瓶现象,孕妇有了尿意就多上几次厕所,不要憋尿,更不能因为经常有尿意就可以少喝水,为了保持充足的睡眠,临睡前一到两小时内不要喝水,可以减少企业次数,不能因为经常有尿意就可以少喝水。 四,乳房肿胀,不是,早孕期间,孕妇会觉得乳房肿胀,疼痛,有类似种款物出现, 积压乳头甚至有粘稠蛋黄的出乳产生,这都是怀孕早期的正常生理现象,可以经由按摩乳房,促进乳腺发育,用热敷的方法来缓解乳房的不适感,每天清洗乳头,以保持乳头卫生。 五,饥饿感,怀孕后孕妇口味和胃口,与以往比较会起一些变化,很多人总有饥饿感,平时随身带一些爱吃的食物, 以清淡健康的食物为宜,觉得饿食就吃,多吃些清淡健康的食物为宜。 六,分泌物增多,早孕期间,受激素影响,身体分泌物明显增长多,如果白胺不发痒,白胺也无意味,就是正常现象, 请换内裤,请洗白衣,保持卫生即可,请动手关注下《传语视角》,好了,看了《传语视角》这篇育儿方面的文章, 如果您觉得对您育儿方面还有点作用,就请动手关注下《传语视角》,欢迎转发, 让更多人了解到有用的知识,《传语视角》以往还有一些育儿方面的文章,希望对您有帮助。 您的支持,是对《传语视角》的鼓励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